下個時間跟同學最會練習的現 會這麼在老師的用心安排下 來自己競賽 水里鄉新興高校的學生 在學校的生活就親像這樣 在祝賞老師的大型教導 和愛心關懷之下快樂心中 水里鄉新興高校為第一次水里高階 少於客家鎮頭 目前全校有總經五十位學生 其實還沒有算是真正 有才病學危機的修學 但卻是不認得一百零三年都新學期 學校來強行修未到一年學生的困境 老師們都有個優化意識 因為畢竟這麼好的學校 那老師們都很認真 如果因為這樣子的問題 其實並不是學校的問題 是因為地理環境的限制 那學生本來就生的少 那因為這樣子是蠻可惜的 所以我們在有個共識說 如何讓這個學校能夠永續發展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們也願意 說從第一個學生來源部分 來做努力 學校在透過每天的報道 十三後再去 好好就接到百部的民眾 卡電話來順問 並表達有意願 讓家裡的小孩 正來到最理想 達成興建國修的可能性 讓專校蘇生和社區的機密 都最高興 有接到一兩位家長 從北部打電話來詢問說 他們如果轉來這邊念書的相關細節 那在住宿方面 在生活實力方面 其實我們都可以提供很大的 最大的協助 那重點是說 小朋友來這裡 我們發現 他可以學到更好 那我們也利用我們的一個 發展的優勢 可以讓轉來的學生 能夠他 學到他最好的一個學習 那其實小小老師 反而更加的用心 不管是學生的 實衣住行 其實我們都非常的關注 然後包含他 平常的學習 人際 甚至他的一些簡單的實衣 我們都很了解 都很熱切的去關懷他 那其實就是希望 我們一點一點的付出 一點一滴的付出 都可以幫助這個小孩子 因為做主法的勢勢 和全國平衡學校 都必須面對新學生 可能就不會到學生的困境 也連第三次 平衡學 因為學生就 可能競爭力也減做的問題 先行國修的希望 照顧他們的禮 提起大家 都會當來關心 平衡學校的教育問題 我愛天心國獎 YEAH 繼續問算 採訪報道